七朵花的成員宅宅周立成 她日前過世了 享年三十五歲 昨天家屬舉辦了告別式 而團體七朵花也樹名花蘭致哀 那麼根據賴維如的說法 當天除了是宅宅的告別式 也是趙小喬女兒的抓周日 對此她忍不住在IG上發文 今天真的是心情非常複雜 身為團體七朵花成員之一的賴維如 昨天發文形容 當天是心情複雜的一天 寫下是宅宅的告別日 也是小喬點點飽飽的抓周日 她透露團員之間認識了快二十年 一起經歷過許多風雨 一起哭一起笑 每次聚在一起太多回憶講不完 是很難能可貴的姐妹情 提到宅宅賴維如則說 你永遠是最善解人意 不爭不搶害羞腺的小女孩 只是你當了媽媽也是如此 她難過地表示 從來沒有想過你會最早離開我們 再捨不得也是得接受這個事實 她也轉發七朵花當年發表了歌曲 My Dear Friend 歌詞寫的正是其人之間的堅定友情 令不少粉絲看了 鼻酸不已 七朵花成員宅宅周立城市市享年三十五歲 隨著家屬舉行告別式 團體七朵花也庶名花懒至哀 根據賴維如的說法 當天除了次宅宅的告別式 也是趙小喬女兒的抓周日 對此她忍不住心碎形容心情複雜的一天 宅宅在2004年淡出演藝圈之後 嫁給圈外人老公 陳喬恩老公成為昌七朵花的小杰到場哀鬥 趙小喬透過經紀人回應 宅宅永遠都在我們心裡 七朵花是由趙小喬、陳喬恩、小杰、曲韵傑 賴維如、饅頭邱維芬、宅宅周立城以及王宇傑所組成 王宇傑所屬不同經紀公司計劃合作為果退出 後來成員宅在饅頭陸續退出後 成員剩下趙小喬、陳喬恩、曲韵傑、賴維如四人行事 2005年演出偶像劇王子變青蛙大紅 並且發行專輯 2009年12月4名成員合約到齊後自動單飛解散 不過都還是會私下聚會 七朵花最後一次的公開合體 是在2017年9月趙小喬的婚禮 現場猶如喬傑立家族同學會 陳喬恩、賴維如、曲韵傑出席擔任伴娘 宅宅與滿頭各自帶著兒女擔任小花童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關心到的是網路發燒話題 全上The Cage將於5號正式開戰 那麼在比賽的前夕呢 主辦單位召集了所有選手進行過棒 不過期間呢突然火藥味濃厚 主秀中培生還有TOYS在賽前呢 突然雙方失控喔 一開始呢先是中培生率先推了TOYS一把 讓TOYS感到相當傻眼 馬上想要回擊 不過立刻就被教練團給拉開了 好 我們請工作人員稍微拉一下 我們在後面 好好 稍微擋起 好 我們有明天 在昨天的過棒記者會上 TOYS和中培生突然爆發激烈的肢體衝突 由中培生率先推了TOYS一把 TOYS則立刻上前回擊 但教練團即時將兩人拉開 才沒有讓全賽提前開打 而對此TOYS事後受訪時表示 自己當下真的蠻不爽的 而且確認是中培生 先賞了一把掌後出手推人 他直酸 用動手就大力一點 像個娘們在那邊推 而中培生則表示 沒有人可以詆毀我的家人 而為了平息兩人戰火 主辦單位現場加碼 1000萬枚虛擬貨幣JPC給贏家 希望能夠鼓勵雙方打出更激烈的比賽 好 再來呢看到的是這一位 反骨男孩酷炫 他遭到網紅新宣指控 不僅僅是偷拍 而且還讓團員們看了這個影片 而且還很炫耀的感覺 是 真的非常過分 是 那對此成員之一的孫生 在昨天也有發聲回應 他們之前的確就是 有合宜的這個雨水之歡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重要是你趕快出來講啊 真的 對 反正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 孫生和酷炫的關係不錯 這次消息傳輸之後 孫生也有關心酷炫 並且透露在受到新宣控訴之後 心情上也有受到影響 但因為酷炫再三強調 自己沒有偷拍也沒有做違法的事 孫生表示 他們之前的確是有發生雨水之歡 但當事人自己講最清楚 大家都在等 莊瑤瑄出來講 他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 直呼他就酷炫一個哥們 他也出來替酷炫喊冤 好 再來呢 這個新聞這兩天討論度非常高 就是澎湖的無菜單料理餐廳 後宮私處呢 日前才被指控說 一桌四萬一的價格 和菜色不符 後來呢 他用演員高捷的合照打廣告 被本尊抗議喊告 那沒想到現在有網友發現說 老闆疑似是忘記切換帳號 所以他以遊客的口吻 幫自己寫下了五星好評的新德文 那今天演員高捷也有在凌晨的時候 在臉書上發文 疑似發表對這件事的看法 高捷今天凌晨寫下 做個善良的人踏實 而人多時管住嘴 人少時管住心 並且配上一張霸氣十足的照片 吸引超過一萬兩千人按讚 說這就是大哥的風範 而葉新老闆被網友發現 疑似忘記切換帳號 以本尊帳號給出五星好評 還以遊客的口吻表示 真的是這一趟旅行最滿足的一餐 對此網友們紛紛朝聖 笑說真的好醜 不過到截稿為止 我們ETtoday 私訊老闆臉書 皆無回應 目前尚未得到老闆回覆 轉換焦點帶大家來關心 一起發生在新北市新店區的世母命案 由美59歲的男子因為不明原因 對84歲的媽媽痛下殺手 現場是滿地鮮血 一旁還有兩把菜刀 而媽媽的頭顱還被砍了下來 死狀是相當的淒慘 發生這個狀況你大概知道嗎 我不知道啊 我現在才到現場啊 我是剛剛聽到通知警察 告訴我再知道 弟弟啊 他說他是有在吃那個身心隱障 我現在還不了解什麼原因 因為我還沒有碰到我弟弟 我也不知道啊 新北市新店區4日下午發生生死母命案 一名59歲聯姓男子因不明 原因對84歲的江姓母親痛下殺手 江姓母親倒握客廳沙發前 頭部與頸部都有刀傷 現場滿地鮮血 在一旁還有兩把菜刀 警方獲報後到場處理 當場將連男逮捕並拉起封鎖線 連男被捕後拒絕回答任何問題 根據初步調查 連男上有一個大姐一個哥哥 他在家中排行老三下面還有兩個弟弟 警方已經通知大姐到派出所 希望能透過溫情喊話 讓連男松口說出實情 而連姓大姐先趕回家 表示是接到警方的通知 目前對於案情都還不清楚 里長透露連男與詹姓母親住在這裡很久了 詹姓母親育有四男一女 平時與兇嫌三兒子以及兩名兒女同住 兇嫌三日還有帶著母親去山上種菜運動 平時也會協助母親將蔬菜載到市場去賣 家中的經濟狀況還不錯 兩個人關係也良好 但兇嫌的精神狀況似乎稍微不太穩定 據瞭解連男四日上午曾與母親發生爭吵 沒想到下午就傳出憾事 警方以現場立即逮捕冠錢 帶回婚禁新聞中 有關犯罪動機尚待離親 後期相關時運報警台北地財署四川相約 該翻支付今朝一班 所以偷開 Init позвол hora 都捕捕了